阿伯啊 头晶是怎么啦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么 为了宣导基隆仁爱桥改建 中四路将封闭的消息 市政府公务处特别制作宣导短片 提前进行宣导 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与公务处长陈耀川说明 配合仁爱桥拆除重建 中四路从4月10号起封闭10个月 市政府特别在施工前一个月 提前向用路人加强宣导 说明改造措施 仁爱桥它使用已经超过40年 那经过市府委外单位来进行 老旧桥梁的一个评估 已经被列为它是立即需要改善的一个桥梁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手板 在它的主梁还有衡梁的部分 都有出现了 例如说钢筋的捆筋 有这个有出现了相关的断裂 还有混凝土有出现了破损等等情形 为了考量到市民朋友的一个安全 我们呢即将在下个月来进行改建的动作 这个仁爱桥这边实在是重要的交通节点 所以我们也经过很多的交通维持计划的一个审议会议 也修正了很多次 那也经过大安汇报同意之后 那我们开始要来施工 那这个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改道的一个动线图 那整个那个封闭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请那个就是易交来做交通指挥 那也会会那个做很多的告示牌来指示 那希望这段时间能够让用户人能够提早来 适应这个改道的一个方式 配合仁爱桥改建 中四路站牌会取消停靠 部分公车和客运会调整行驶路线 呼吁搭车的民众注意 那个有关于公车改道的部分 最主要受到影响因为是中四路的仁爱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中四路的部分 那个站是必须得要完全都停用的 所以主要受到影响的公车路线大概有12个线 然后客运受到的路线大概有6条路线 然后我们会从差不多3月15号开始 就会陆陆续续在我们市区 只会要受到影响的站牌或是后车艇 去张贴相关的告示 那在我们的公告里面会讲到说 附近可以替代的站位有哪几个站位 那另外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公车上 有行经的路线 我们也在公车上贴出相关的告示 市政府公务处强调 因为仁爱桥连接中四路跟仁五路 中四路车流量大是交通热区 所以特别在仁爱桥改建工程的前一个月 来加强宣导 呼吁市民朋友多体谅 也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